台南用瓶窩尿 弟弟變雞腿 聽住啊 哎呀 我說了幾百萬次 叫你不要再人加瓶小便了 爸爸 用瓶小便不單止髒 弟弟還隨時沒有了 台灣新北市一個四十歲的男子 用瓶裝著尿淋花 誰知下體被瓶口卡住不能自拔 太太就用剪刀剪開的瓶口 誰知連下體的皮也剪紋 他們馬上到醫院求醫 醫生發現他的下體腫得好像雞腿一樣 幸好手術成功 逢針之後可以保住弟弟 醫生說遇到這樣的情況要馬上去醫院 一旦長時間失救會令陰莖壞死 隨時要切的